一念觉一念我 一念你一念众生 老师我从来没觉过 那是现实的 只是你的觉几秒钟而已 人家和菩萨是24个小时觉 都在觉中 你是偶尔的觉了一下 那个觉是什么 就是说你前面已经过去了 后面又没有生 当即即空 心如如 又寥寥分明 那个当下那一刹那 也没有悲 也没有快乐 也没有什么祈求 也没什么心动 那个清静的境界就是觉 在这个觉的时候 你就是佛 为什么佛都说 人人都是佛 众生都有佛心 众生都做过佛 只是你是两秒钟的佛 等于一会儿又做了三秒钟的佛 等于一会儿又做了两分钟的佛 而佛 佛菩萨它是一致的 叫永生 永恒的在一个抉择 永恒的在寂静中 他做事他都会导致 做事他都经济 是这样的一个境界 所以我们修行功夫要知道 不要搞迷信 你证悟的正是这种功夫 用这种功夫去做世间化 你就在建筑里面 你就把所有的福报 福德都变成了功德汉 然后功德圆汉 是成果 记住这个 所以让大家来修学 不是让你不去做世间事 你不做世间事 怎么去结缘 怎么去了结因果 所以说你不了结因果 不去做世 哪里有功德可以建 但是你们今天好心做好事 建的不是功德 是福报 是福报 善心做善事 是人天福报 这下一辈子 你给你升天 做人的一个福报 什么时间才是功德 就是六所贵能打是说 功德从信海中生 也就是说只有你的心清静 一面不动 这个时候在不动中 做人间所有的事情 所做的皆是功德 你卖了一个面包给人家 欢喜 没懂 没祈求心 没恶心 没善心 你只是很平静地 把一个面包 笑嘻嘻地地道人手 占功德 没起心 没用力 功德 所以说很多东西 就是占功德海 就是在你们的现实生活中 为什么这一生让大家做 局势深修道 就是给大家建功立业 因为你在寺庙里 不容易建这种功德 寺庙里建功德 你要好好的刻骨 刻期取证 就是你要修修修 修道一个时候 你要为众生什么 叫做经说法 为众生去做法 为经他的业 而这个时候才还得起 众生之债 为什么 你在寺院里 你吃的每一粒 你穿的每一片土 都是众生共养的 都是在欠 前身欠不了解 这身还在欠 可是我们在家人 是没有这个 你赚的一村库 都是你自己要干出来的 你吃的每一粒 都是你要赚出来的 但是你在赚这一村库 赚这一粒米的时候 你是同时赚了功德 还是省了自己的德行 这个就是很重要的 你赚了福德 赚了米赚了苦 还是赚了功德 可以在同时赚功德 又有衣穿又有厂借 你为什么不做 到我这老师教的 就是这个功德 就是教给你 既这一生努力 将来的结果又可以成就 同时你又把城间的世界法 搞得圆圆满了 因为你有孩子要年 有父母要年 有你自己人生的事业 你必须做成就者 但怎么做 这是一套高生的东西 你要逐渐修学 这是我们说 因果从玄移上 可以精心化解 可以使無變成有,有變成無 才能遮好變 很多人經常來找我自定 所以他們剛來他自己還沒生懺悔心之前的病 實際上是一種乾坤蛋液 我一幫他調病毒 因為他這個時候還沒覺醒 所以他像一個三歲的娃娃 飞著一百斤的蛋,他再走,走下去 而這個時候你夠老實的把他的蛋子接過來 你做懸疑的把他的蛋子接過來 讓他輕輕快快地成長 到十八歲他就可以賺錢 到他能賺錢的時候,你就拿一點蛋給他 在他到二十八歲的時候 能挑更多的蛋子,你再把蛋子卸給他 是這樣的,就是替他 但是替他不是替他了,是替他扛 進來看,否則他可以幫助這個看 否則你就壞一個人 所以是為什麼很多人找我自定效果特別好 真理都大 是他的臉,我過來扛 然後扛了,然後你就肩也疼 腰也疼,肥也疼 那怎麼辦,趕緊去修練一下 然後把它再卸下來,放在一個地方 你不修練,你魂神就扛 一修練,卸到一個地方,站起來 等他做功德來還 等他做功德來還 所以這些就是懸疑自定的 在後面會給大家講 我們講五數吧 講玄之又玄的玄學 到八五四講完 所以後面還有一個什麼 就是懸,懸剛才說是一 還有一個鼓 這個鼓呢 今天你們知道的就是到司馬路 球籤,然後弄塔羅牌算算命 柯克牌算算命 搖搖掛 是,這是一種鼓 進入我們的法裡面有兩種法 一種是先編法 一種是後編法 後編法是人類做的 這是說我通過總一經 懂得怎麼去用八卦算話 我懂得抽觀音籤 然後懂得解觀音籤 這是後編可以學的 這個叫後編法 但是這個後編法呢 你必須介入一些工具 它有時候是癢 有時候它不是那麼準 而鼓是什麼 鼓是通陰陽 就是陰陽兩界 你可以到處 一會兒到陽間 一會兒到陰間 你通陰陽掉出來 所以它真正的是 這中間有個孔 叫孔德之龍 是鼓的原型 當然在古代有燒歸殼 來通陰陽的 有巫師通過跳舞通陰陽的 咱們新加坡現在的通陰陽 有辦法很多 也有請上身的 腹體的 腹疾的 腹藍的 等等的 這都是通陰陽的方法 但是忌徒 到達三千六百門 多不多啊 三千六百門 只有一門是正門 三千六百門都是旁邊寫的 只有一門是正門 那一門是什麼 自己的自神通陰陽 自神 就是你自己必須有一個身外身 而不是外面的一個舌精附體 狐狸精附體 或者是通過塔羅台 通過轟台 通過抽圈 而這都是屬於後天的法 都屬於唐門走道的東西 而我很小教 我教知道你們的心定的時候 用梅花藝術可以起挂 可以算 但是叫心意法 梅到層次 不在師資的唐葉中 你們學不到這種方法 因為學了也就是白達 不會 但是那些什麼 抽風格牌什麼那些 也很準 為什麼會很準呢 看古人說得很清楚 叫 這個 嗜草 以前要算卦的時候 用一種草叫嗜草 說嗜草無神自有神在 你們看一經有這句話 所以這裡很難理解 就是說 你在算卦的時候沒有神 但是實際上不是你算的 是神給你算的 你為什麼一抽抽兩根 一抽抽到那個槍 不是偶然